功夫是什么? 一切境界里头如如不动 这是功夫 六根结束六成境界 能够不分别、不执着、不齐心、不动力 又能够了了分明 这是功夫 所以六根在六成境界里面 是定慧双修 六足大师在谈经里面所讲的定慧担持 彼得有功夫的人 才有资格参修 为什么呢? 他不动摇了吗? 纵然是一端 又到他的面前 就像以前我在讲习给诸位所说的 禅宗大德所用的比喻 红炉典穴 力皆消融 他有这个本事 他那个功夫成熟了 就好像这个炉子烧得红红的 有这么高的温度 这个血花飘在上面呢 你痕迹都找不到 有这个本事 到这个时候 不但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无论接触什么境界 顺境也好 逆境也好 他一接触 都变成了定慧 他不生三脑啊 他不动心啊 不动心 成就他的定 了了分明 成就他的慧 对他来说 没有障碍啊 无论什么法门 事出事件法 他都是不取余相 如辱不动 他就是修的这个 念佛的时候 一句佛号念到底 这句佛号说 无量折 折心 是如如不动的 折相 是清净无然的 奇心动念 折相 折迷了 那都不是真心啊 那是迷心 是妄心 真心里面 六祖说得好啊 本来无一无 何处也成哀了 那是真心 心里面才有一样东西 都是妄心啊 我们念佛人 我们念佛人 句句 这个佛号啊 都要唤醒 我们的决心 无量决嘛 那么阿弥陀佛 归以无量决 所以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这个法门 实实在在是第一 深深唤醒你 绝而不明 既然绝了 彼尽真 正而不邪 彼尽近 静而不染 你不臣服 谁臣服呢 再没有比这个法门 了当 再没有 法门呢 能够比得上这个法门 更稳当啊 稳妥啊 简单 容易 又稳当 当身成就